哈喽,大家好 我是宜三生六道表会的大明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巡仪的做法 好久的蒜 这种是土蒜的 清洗好 巡仪 将表面的那层粘液清洗掉 然后内脏里面的清洗掉 切成大概一公分厚 将切好的段清洗一下 将铁水使用 沥干水分 盐 大概有3克 胡椒粉 姜末 蒜末 小米椒 我们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放点小米椒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生抽 少量的酒 米酒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一头一起放下去腌制 因为比较大 所以尽量单独的给它上掉 将鸡蛋打入碗中 放面粉 多放一点 大概以4勺吧 加点清水 搅拌均匀 还可以加一点点 不要有 有那种颗粒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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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证明不够稀 还可以加水 但是呢 又不能太稀 我们可以这样能挂上一点 到时候呢 那个鱼才能挂上这个盐叶 好 差不多了 先放点生粉 多的多 放入盐 小鞋 番茄酱 生抽 豌油 白糖 大概有3克 白醋 这支醋多一点 搅拌均匀 冷锅下游 油锅 以牛点油腌 一头 先下锅 小火慢炸 将表面炸至金黄 就可以了 假桶 冷锅下油 下葱 炒好的醬料放入多个芡 小火 炙铜炒 好,炙铜炒就可以了 炒到鱼身上 好,一盘酥香可烤的巡仪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可能跟一般的清蒸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一下我们 谢谢 下个视频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